好在這邊跟各位不專業的分享一下快鍋使用的心得 那如果你要煮出一鍋飯粒分明的好飯的話 我們先可以在鍋底加一點油 一點點就好了 然後呢大概是這個樣子 OK再來是大家最在乎的那個米飯的比例 這是喜好的米 那這個米的話我是用4匙 那記得快鍋跟電鍋是不一樣的 快鍋的話是水的比例最好是1比1.2跟水 那如果你是米電鍋的話就1比1 你記住喔一定要1比1.2 如果是1比1的話那個飯粒會太乾 好我們先看一下那1匙 2 3 欸這到底是4啊 4 莫非我弄了5匙 5 喔還有我數5 所以呢大概就是5乘1.2大概是6 這應該是5吧 好那水已經放進去了我基本上是5匙的米 所以放了大概是6 6匙的水 6杯的水6杯的水 然後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快鍋的話 你一定要做一些安全事項 我們要看一下就是這一個 這個就是水蒸氣 嗯當它煮背的時候這個會冒出來 所以你要確定啊這個是 它是可以動的OK這個是可以動的 它可以上來OK 那另外一個的話就是這個 這個部分 你要確定啊你這樣壓下去它可以彈出去 然後呢這下面不能有任何阻塞 OK OK 好 這些孔洞不能阻塞 第三個呢就是 它會給你一個 這一支 通氣 通氣 通針吧OK 這個地方也要 這個就是 當快鍋它煮完的時候 它這邊會弦嘛 所以你必須確定這個孔 是通的 你可以對著那個 從這邊先穿進去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出來 OK 所以可以確定它是 有通的 這樣才OK 然後呢接下來呢我們就 剛剛檢查完都沒問題了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把它放 開始鎖 好把它放回去 好我們確定它都有居中 這時候才將那個旋鈕鎖下去 可以用手稍微測試一下 手指頭在邊緣測試一下 好沒什麼問題 好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旋的話就是 嗯 一二三四五 大概五下 五到六下就可以了 那很重要的是這一個 這個突然叫什麼我已經忘記了 這東西你放下去喔 不能輕輕放 你一定要 聽到卡一聲喔 好不好 再重來一次 這樣是不行的 因為這樣會卡在這邊 當它煮沸的時候啊 這邊沒 好我們看到那個氣壓指 日升紅色那個已經上來了 然後 正常呢一分鐘 那個氣壓調節鈕要轉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等轉的時候啊 我們轉小火 風火就好讓它可以順順的轉 記住喔一分鐘 你看開始轉了有沒有 開始轉了 然後呢我們現在可以開始 開始算時間了喔 然後就 嗯 一分鐘 讓你加計時計 好 開始轉 然後 記住一分鐘就要關掉喔 不然你的飯會燒焦 OK 這就是煮出來的飯 其實呢 好像有一點濕 但是其實沒什麼關係 我們先把它拌開來 好 好我們已經拌開來 其實呢我剛剛在 數那個米的時候啊 我記得我原本是用四杯的米 然後應該是五杯 接差不多五杯的水 但是我洗完之後 可能不小心泡了大概五六分鐘 然後我再次倒進去的時候 覺得好像是五杯的米 所以我這次是六杯的水 OK 那可能是多了一杯 好像導致飯稍微濕了一點 那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那至少你會知道就是說 不管你是足幾杯的米 記得那個氣壓調且發 開始叫的時候 一分鐘 就一定要關瓦斯 軟Q 好吃的米飯 快鍋煮飯很簡單 OK 分享完畢 最後謝謝您的觀看 如果這視頻對您有任何幫助的話 還請幫忙訂閱點讚跟分享哦